第531章 拆散一对是一对 曾可欣的呆滞以及旁人的莫名 曾不负等人当然不明白白晨的秦记意味着什么 可是曾可欣明白那是清澄绝世的秦记 秦谱中曾经记载 以秦入道秦卿天下 曾可欣一直以为这只是古人的夸大之言 可是听了白晨的演奏 曾可欣才明白了古书所言不含半分虚假 若是有此秦道便是百万大军临近 只要这秦生一起 恐怕便能让无尽大军陷入混沌之中 秦中至圣也不过如此了吧 圣极为极致绝世无双 闻圣可凭一己之力驻国运之昌圣 武圣可护百姓之安危 兵圣可保国家之安宁 大道至极至简 秦圣亦如此 可是曾可欣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何他所追寻的秦道圣境 会出现在一个孩童的身上 你叫石头 石头反仆归真 在某些人的眼中 我是玩石 在某些人的眼中 我就是仆玉 白晨恬不知耻地自夸起来 你的秦道确实至高至极 天下无人出其右 便是那花尖小王子 恐怕也不如你 呵呵 其实石头就是那花尖小王子的弟弟 周麻三口无遮拦 把石情说了出来 曾不负和曾可欣的脸上表情 那叫一个精彩绝伦 也不知道是精还是喜 又或者是不知所措 你是花尖小王子的弟弟 曾不负张大嘴巴 满脸的惶恐 周麻三 你怎么从没说过 你也没问 你和当家的都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笑凤儿连忙否认道 曾不负白了眼笑凤儿 当家的周麻子 你们也太不够一丝了 这么大的事居然都不给我通个气 曾可欣经文此事 呆呆地看着白晨 你的琴迹是与你哥学的 我学我的 他学他的 他会的我不一定会 我会的他也未必会 你才几岁 曾可欣看着白晨 便是他从娘胎里开始学琴 也练不到那份上吧 都说了 学琴靠的是悟性 你的悟性果然是太差了 曾可欣脸色顿时一怒 偏又说不出反驳的言辞 与这小子相比 自己的琴迹确实算不上高明 难怪这小子敢夸下海口 把苏洪的得意门声说成憋三 若是他的其他方面 有他琴迹的一半 这杀意便是有通天手段 也胜不过这小子 你还会什么 你听说过的 我都会 我会的 你未必听说过 白晨自信地说道 你厉害还是你哥哥厉害 曾可欣期待的眼神 看着白晨 在他的心目中 花间小王子便像是一个 只能仰望而无法超越的高峰 在这座高峰的面前 所有人都会失去超越的勇气 而他已经将这种仰视 变成了一种信仰 对于天下间的读书人都是如此 每当听说花间小王子的事迹 都会让他们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恨不能长半起左右 去见证一段段的传奇事迹 我可以疯 可以狂 可以肆无忌惮 他更谨慎更小心 更懂得持恒之导 对我们两人来说 这世上的大部分学识 都没有什么门槛 因为在我们看来 这世上的学识水平太低了 就好比两个高个钻进一个狗窝 你能在这狗窝中 分出这两人谁高谁低吗 这句话如果是别人说出来的 曾可欣一定会嗤之以鼻 可是这句话是从花间小王子的弟弟口中得到的 而且他以这般年龄 尽为勤生 便足以印证他的所言属实 只是这句话的比喻 实在是太过粗俗 将天下学识比作狗窝 这话若是让读书人听去了 恐怕又是一番闹腾 既然如此 那招亲的事就麻烦你了 曾不负总算能放心下来 有花间小王子的弟弟这面金字招牌在 别说是那个顽固子弟 便是苏洪亲临 也保准让他再吐血而亡 对了 不若这两日你便住在府上 也方便走动 不了 这次我和家人同来 我们已经在城里找了一家客栈 这时候我估摸着他正四处寻我呢 对于白晨喜欢乱跑的性子 众人都已经见识过了 白晨在绕城找了一圈后 已经主动回到客栈中 他可不觉得 自己有能力找到一个存心 和自己捉迷藏的小子 所以他还是安心的在客栈内 等候白晨的消息 很显然他的选择是明智的 三个时辰后白晨便主动回到客栈 白晨立刻就揪住白晨的耳朵 你死哪里去了 一个下午都不见你人 去看招亲大会了 放屁 姑奶奶我在招亲大会现场 站了足足两个时辰 也没见你出现 人太多 你看不见我是正常的 白晨无奈的怂怂肩 那招亲大会有什么好看的 一整个下午 都是一群穷酸书生 在台上五文诺墨 难看死了 对于一个五刀弄剑的女人来说 很难让她去享受一场文学的盛会 哦 这样啊 那我明天上台去的时候 你就别去了 肯定会闷坏你的 你要上擂台 白晨整个人跳起来 做什么 捣乱 白晨别嘴笑起来 为什么 你和那曾家小姐有仇 我和天下有情人都有仇 所以能拆散一对是一对 你这小坏蛋 一日 在这世道上 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将事情摆在擂台上解决 就连婚嫁也是如此 此风在江湖上尤为盛行 擂台招亲也就成了一个规矩 只要是擂台招亲的 那就必须在擂台上解决 不管其中一方是谁 哪怕是皇帝的儿子 若是想娶的女人摆出擂台 那么就必须赢得擂台 才能够娶到女人 所以蹭不负才会想出这招 就算是聚沙帮的人 也不愿意坏了规矩 不管是名门正派还是魔门 都讨厌坏了规矩的人 不过沙浩也非一般人 旁人都知道他教子无方 却不知道沙裔是持财傲物 因为早些年与苏洪有些交情 所以才托付给他照看沙裔 沙裔倒是有些天分 苏洪的才学 他也学了六七成 再加上家传的武功 倒是有点文武全才的味道哦 不过沙裔与普通的穷酸 如生不同的是 他没有书生的那种迂腐 他更喜欢用权势 用武功欺压他人 在他看来 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 那就必须得到 当他听说 曾家以擂台招亲的时候 他气得将一屋子的摆设 全部砸碎 如果不是沙浩拦着他 他差点便要杀进曾家 将曾可欣抢回来 最后在沙浩的好言相劝下 这才勉强作罢 当然了 在沙裔看来 曾家的这种招亲 也只是愚者自愚的手段罢了 如若不是如今 苏洪的名声 实在是不大好看 他真想对全天下人说 他是苏洪的关门弟子 沙裔再次来到招亲大会的现场 现场依然是人山人海 不过巨沙帮弟子 已经为他打开了一条通路 在乡州城 没有人敢对巨沙帮说不 沙裔纵身一跃跳上擂台 左右顾盼后 终于找到了那个倩影 每当想到 能将如此家人涌在怀中 沙裔便有一种 欲罢不能的冲动 这个女人 自己一定要得到 曾家小娘子 沙某来了 一日未见 可曾想沙某了 哈哈 曾可欣看了眼 擂台上的沙裔 脸色顿时沉下来 自己便是死 也不会嫁给这个无良大少 白晨看着擂台上的沙裔 嘴角勾勒出一道弧线 白晨看到白晨的这表情 立刻就猜到了 这小子一定又在计划 什么坏心思 白晨 叫姑姑 白晨立刻纠正白晨的称呼 你上擂台去 搓一搓这小子的威风 不去 去到上面的 都是那些酸秀才 我才不去 其实白晨想说的是 他就把字认全了 连一首完整的诗词 都引不出来 让他上去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放心 有我帮着你 白晨怂恿到 你怎么帮我 我就这么帮你 白晨的声音突然在白晨的脑海中响起 白晨惊诧地看着白晨 你 你 想不想学这招 等事后我教你 一言为定 白晨喜不自禁 这种在自己的脑海中直接出声 这种神奇的招式 他听都没听说过 如今听说白晨要教他 他自然乐得其成 何况能有白晨做他的后盾 他也就更加有恃无恐 不要用轻弓跳上去 从阶梯那走上去 为什么 听我的就是了 白晨虽然不知道白晨想什么诡计 不过还是依着白晨的要求 一步步地走上擂台 杀义一看到白晨 眼中立刻露出一丝杀气 因为白晨此刻的容貌 实在是太英俊了 几乎所有男人看到他 都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极度心 白晨漫步走上擂台的时候 身上散发着的是一种从容与自信 脸上无悲无喜 却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 小子 你最好现在就滚下去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在这里颜面丧尽 白晨的嘴角勾勒起来 再配以那张俊俏到了极致的面旁 即便是擂台下的曾可心 也看得如痴如醉 心中暗道 这世上怎能有如此俊意非凡的男子 只是 只是不知道这个俏公子的才学如何 你第一反应便是让我下去 这说明你对自己极其不自信 既然如此不自信 何必站在这擂台上自取其辱呢 白晨轻描淡写地说道 语速不快不慢 却让人感觉到他的那份沉稳又不是优雅 第532章断弦 一般七雅之中琴棋书画诗九歌 诗 虽然也在七雅之中 不过大部分时候都是作为文采的笔诗独立出来 所以在擂台上笔诗七雅的时候 常常是以其他六项做笔诗的内容 而琴又被誉为七雅之首 雅道之冠 几乎每个读书人都会玩上两手 所以在擂台上琴又被当作首选的笔诗项目 白晨双手父辈 目光如炬 战力如松 清风拂过一百 立刻便给人一种玉树临风的感觉 台上台下聚都惊为天人 心中暗道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俊逸的男子 沙翼的脸色更显难看 眼前这小子站在这擂台上 他只觉得自己所有的风采都被掩盖过去 沙翼低沉的声音哼道 小子 比什么 比什么你都是书 何苦自取其辱呢 白星轻描淡写的语气 从容地说道 若是要赢我 你首先便需要心平气和 可是此刻的你心浮气躁 怎么还能与我比试 废话少说 你我比琴记 比琴记 哈哈 白星大笑起来 琴乃是君子之道 菩提心是梵天曲 君子心演绎风流曲 红尘心奏风尘曲 你有什么心 强强民女 专横霸道 目无法计 害人性命 你的琴记只是庸人的愚者自愚罢了 沙翼已经被白星激怒 这些事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可是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及 白星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整个泪台下都已经虚声一片 显然 白星这番话激起了台下的共鸣 让他们对杀意产生同仇敌忾的感觉 琴也是有心的 你能听得到琴心吗 恐怕这世上的所有琴 都不愿意被你那双手蒙污 你到底比还是不比 杀意低吼的教导 既然你想留在这擂台上继续受辱 那我便成全你 立刻 台下上来两个侍从 分别捧着两把古琴 放在两人面前 杀意恶狠狠地瞪了眼白星 坐到琴案前 白星此刻心里 其实已经非常紧张 他压根就不会弹奏 就算白晨对他遥控指挥 可是这言辞可以指挥 探亲奏乐 总不能也遥控指挥吧 求助地看向白晨所站的位置 白晨对他示意安心 杀意的脸上带着几分力气 手指刚刚捂到琴弦上 突然 争的一声 琴弦顺断 紧接着又是 嘣嘣嘣地连续几声 一面上家的古琴 便在这瞬间断弦 白星轻笑着摇了摇头 宁碎不全 这琴也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让你这种人弹奏 他自然是宁死不屈 台下人此刻都开始相信白星的话 这琴当真具有灵性 白晨笑嘻嘻地走到曾可欣的身边 你看台上那个翘公子如何 手无腹肌 却又巧舌如簧 有点不学无术的样子 我关他根本就不会弹琴 曾可欣的目光如炬 一眼便看出白星的牢底 曾可欣又看了眼白晨 你不上去吗 我这不是看看 有没有你的如意郎君出现吗 若是有的话 我就不需要上去了 其实我觉得台上那小子就不错 要不你就将就将就 凑合着架了吧 曾可欣听了又好笑又好气 怎么听着这句话 这么像是在调侃自己 白晨也看出来 白星坐在琴案前 外行人看不出门道 可是若是一个琴师 首先便是调音色 熟悉闲境 可是白星坐在那 确实纹丝不动 可见他连入门都没入门 沙翼一拳将琴案砸碎 猛地站起来 指着白星 分明是你在这把琴上动了手脚 哎 这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你总不能把不顺心如意的事 都归咎到别人头上啊 既然你读的是圣贤书 自该知道君子知道 对人对己都该懂得谦让 一味的蛮横 终归难成大器 你若是再多说一句话 我便宰了你 杀意此刻的脸庞 已经彻底流露出猙獰之色 根本就不顾自己的形象 台下的虚声更是让他暴跳如雷 恨不得冲下擂台 去将那些人尽数载了 只知道池武犯禁果然是个莽夫 杀意终于忍不住动手了 一手家传绝学虎杀拳 如出海狂杀席向白星 白陈秀长在空气中微微一转 滑出一道气旋 轻而易举地化解杀意的攻势 咦 曾可心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他本以为这俊逸公子应该手无腹肌之力 却不曾想居然是身藏不露的高手 伸手也是飘逸洒脱 漫步惊心之间便能轻松地化解杀意的攻击 杀意惊疑不定地看着白星 本以为只是一个白面书生罢了 没想到居然武功了得 自己刚才那一拳的威力几何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可是这小子居然随手便能化解自己的攻势 这武功怕是远在自己之上 杀意 这里是我增加擂台 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曾不负终于开口了 大喝一声赤道 杀意脸上杀气腾腾 那又如何 你增加算什么东西 实话告诉你 本少爷想要的东西 便一定要得到手 你女儿非得嫁入我杀家 不然的话 我便让你增加鸡犬不宁 蹭不负的脸上 那叫一个怒火冲天 下方的看客 又或者说是文人默客 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 只是让他们出头 又没那勇气 只能缩在人群中 咒骂杀意的无耻 可是杀意 只要一个眼神扫过 那些叫骂的人 便掩其息骨 擂台下的杀号 则是皱着眉头 没有阻止杀意的行动 既然杀意 已经做出如此行径 说出如此话了 再阻止 也就没有意义 当你控制不了 别人的时候 最好就控制一下自己 免得为自己 为家人招来劫难 白星微笑地 看着杀意 杀意冷笑一声 就凭你吗 你可以试一试 白星微笑地看着杀意 本少爷 今日先放你一马 杀意冷哼一声 不要以为这件事 便这么算了 在这香州城内 还没有人敢对本少爷说不 增加不行 你也不行 杀意很清楚自己的身手 绝非眼前这小子的对手 所以他很明智地选择必让 不过他还是不忘放下狠话 当然了 正如他所言的那般 在这香州城内 真没有谁能对他说不 绝人户挖人坟的事情 他也不是第一次做了 所以更是没什么心理负担 据杀邦有太多的亡命之徒 他还真不相信 眼前这小子能逃得出他的手心 正如增加小姐逃不出他的手心一样 白星看着杀意的背影 笑盈盈地说道 记住一句话 善恶到头中有报 不是不报 而时候未到 这场招亲擂台 最终也因为杀意的暴怒 而闹得不欢而散 没有人再赶上擂台 哪怕是赢了这场招亲 也不可能娶到增加小姐 因为杀意已经放出话了 没有人愿意在这时候撞在枪口上 白星兴兴地走下擂台 很是无趣地走向白晨 曾可心看了看白晨 你认得他 你不知道吗 他就是花间小王子 白晨咧嘴笑起来 曾可心整个人都跳起来 什么 他就是花间小王子 曾可心在看白晨的目光 都已经变了 那种崇拜与仰慕 从眼神中迸发出来 双掌紧紧地拽在一起 整个身体都僵硬着 呼吸都变得紊乱 石头 白晨走到白晨面前 又看了看曾可心 你与这位姑娘认得 她就是曾家小姐 哦 原来是曾家小姐 在下 在下龙啸天有礼了 白晨可是对白晨 当初用过的假名字 记忆犹新 当初白晨化名龙啸天 可是把她坑得不浅 曾可心偷偷瞥了眼白晨 又看向白晨 行了个礼 腼腆道 小女子曾可心 公子有礼了 你们聊 我先走了 白晨呵呵地笑着 你去哪里 白晨立刻跟上去 龙公子 若是有时间 不如到府上小做片刻吧 没空 跟着石头更好玩 白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曾可心的邀请 跟着我有什么好玩的 你还是去曾府等着我 我出去办点事 白晨可不愿意 白晨跟在身边 不要 我就要去 娘让你这一路照顾我 你敢甩开我 我回去就告诉娘去 曾可心皱起眉头 怎么听着这两人小的那个 反而像是个大人 而这大的 却是一副孩子气的模样 龙公子 石头说你是花间小王子 这是可是 什么 那小混蛋居然这么说 白晨瞪大眼睛 正要回头找白晨算账 却发现白晨早已钻入人群中 不见了踪影 曾可心已经大致知道答案了 显然 自己又被那个小子耍了 想想 想想刚才自己的表现 曾可心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你与石头是什么关系 曾可心好奇地问道 我是他姑姑 姑姑 白晨露出灿烂笑容 不得不说 白家人的笑容 都是那般的迷人 曾可心看着白晨 便觉得一阵心神荡漾 我是女的 曾可心对白晨倒是没什么喜悟 可是对白晨 却是更加的咬牙切齿 这小子又耍了自己 石头做什么去 估摸着是去找巨沙帮的麻烦去了 白晨说道 第533章 我要娶你女儿 什么 他一个小孩子去找巨沙帮的麻烦 这不是找死吗 曾可心一听白晨的话 脸色立刻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太胡闹了 石头太胡闹了 曾可心本还想着 白晨虽然顽劣 可是起码也算是懂事 却不曾想 白晨居然会做出如此鲁莽的事情 不行 要将他追回来 巨沙帮岂是他胡闹的地方 女儿 什么是如此慌张 蹭不腹走上前来 石头一个人跑去巨沙帮的地盘 曾可心慌张地说道 爹 现在怎么办 什么 这小子怎么这么没分寸 他走了多久 还不快将他追回来 不用去了 你们不需要担心石头 该担心的是巨沙帮 白晨拦住两人道 你又是谁 爹 他是石头的姑姑 你是女的 蹭不腹不解地看着白晨 石头姑姑 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 石头不懂事 难道你也不懂事 巨沙帮岂是胡闹的地方 那帮人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城里这些年 不知道丢了多少人家的小孩 大部分也都与巨沙帮有关 曾不负急匆匆地说道 石头一个人跑去巨沙帮 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白晨白了眼两人 这次出来 我娘嘱咐石头 让她照顾我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你娘不会是犯糊涂了吧 曾不负皱着眉头 口眉遮拦地说道 你娘才犯糊涂了 曾不负轻轻扇了下嘴阔子 算是给白晨赔罪 香州城距离万枯摩山 不足千里 这里依然是万枯摩山的 势力范围之内 一般万枯摩山的势力范围之内 每一座城池都会设立一个分堂 而分堂的强弱 则是由这个城池 是否有价值而定 香州城虽然不大 不过因为水路便利 又建有港口 万枯摩山的许多物资 都是经过香州城港口 所以在香州城的万枯摩山分堂 拥有不小的势力 白晨在城里七摸八拐 问了好几个人 总算摸到分堂血影楼 立刻就被两个门人拦住 血影楼种地 闲杂人等误饶 白晨想也不想 直接把那两个门人扇飞 白晨一把推开血影楼大门 迎面便是几个血影楼的好手 冲上前来 来者和人抱上名来 白晨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个人 眼中虽然冷意 掠过每个人的心头 没有人明白 为什么自己被一个小毛海扫一眼 便会如此的心惊肉跳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一个老者连忙推开人群 走到白晨的面前 上下打量一番 突然跪在地上 拜见太上长老 你认得我 白晨看了眼这老头 小人无意 分堂长老 前几日尊主登位大典 小人在就在万摩殿上 虽然白晨认不得无意 可是无意却认得白晨 这个小煞星 可是连摩尊都要敬尾三分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哪里惹到他了 他居然跑到这来了 想到这 无意的额头冷汗直冒 一般来说 小尸根本就不需要 白晨亲自过来 只要随便和范大长老说一声 范大长老保准二话不说 直接就让自己伸手易出 给我抄家伙 跟我去干家 敢问 是哪个不长眼的 惹到您老了 无意精神一阵 不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整个人都像是 劫后余生般 心中暗暗地松了口气 巨沙帮 小爷我看他不顺眼 无意在一听巨沙帮 心中已经被巨沙帮帮主 祈祷了 也不知道那沙号 哪里惹到这位小煞星了 不过只要不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那一切都好说 无意一脚踹在身边一人的身上 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太上长老的命令 召集人马 给我把全城的人都给我招过来 算了 还是老夫亲自去 给我取谋杀令来 无意向白晨行了个礼 匆匆忙地告退下去 长老 那个小子什么来头 您为什么喊他太上长老 无意身边跟着的亲信 不解地问道 因为他就是我们万枯磨山的太上长老 无意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小子这小子这般年纪怎么可能 虚 你不知道就别乱说 在那小子面前 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不然的话 我们血影楼所有人都要遭难 我们血影楼好歹也是重要分堂 长老您又坐镇血影楼数十年 哪里是一个小辈能够随意动摇得了的 这句话老夫不想再听到第二次 无意警告地看了眼亲信 你若是明白这小 太上长老的恐怖 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小的还是不明白 难道上头真的会为了一个小孩闹脾气 就为难您老 闹脾气 你知不知道当今尊主与他是什么关系 你又知不知道前任尊主 也就是五尊之一的摩尊与他作对的下场 当今尊主是他亲兄弟 还有万枯磨山七位嫡长老中 有五个是他的派系 而原先的五个嫡长老 全都是这小子亲下杀手的 便是我的顶头上子 范大长老 也是他一手扶持上去的 你又知不知道 前一阵子 外界传闻摩尊失踪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 摩尊失踪也与他有关 摩尊在他的手中 差点便要死在南疆 在新尊主登位之日才回到山中 本还想阻止新尊主登位 结果一看到这小子 差点便要吓哭出来 最后前代老尊主亲下命令 让摩尊与他同时接掌太上长老之位 不过如今这万枯摩山的事 便是他们兄弟二人说的算 那亲信听完吴义的话 已经吓得冷汗直冒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把人给我召集过来 吴义看了眼呆滞的亲信 立刻催促道 吴义的办事效率还是很快的 不足半个时辰 便将向周城以及周边的所有门人弟子 都给召集了起来 人数不下三百人 虽然不算很多 可是这每一个都算得上好手 太上长老 这时间紧迫 小人只召集到了三百余人 还请见谅 做得不错 顺便给我整一个朝天轿 所谓的朝天轿就是一个椅子 两杆棍子 前后两个人抬着的简易轿子 当然了 虽说是简易 可是吴义一点都不敢简易 椅子是椅子 不过原本的两杆棍子 被他横七竖八地支在一起 变成了八人抬着的大轿 白晨坐在上面 倒是四平八稳 很是享受 走 聚沙邦 一行三百余人 浩浩荡荡地便朝着聚沙邦前进 环没到聚沙邦 聚沙邦就已经收到消息 血影楼三百多人 正朝着他们赶来 沙昊心中暗道 自己这些年一向小心本分 该缴纳的好处从未漏脚过 这血影楼应该不是来找自己麻烦的吧 不过不管怎么说 沙昊都不敢怠慢无意 远远地看到无意的队伍接近 便立刻诚惶诚恐地迎上前去 吴老 您老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庙做客啊 沙昊谦逊有礼 丝毫不像是平日对乡州城百姓时候的那种趾高气扬 无意却撇过头 就像是完全不认识沙昊一样 白晨可不管无意和沙昊有什么勾当 反正这次就是来找茬的 这位是 沙昊注意到 在队伍的前端 一个八人台的朝天轿 上面坐着一个孩童 你就是聚沙帮的帮主 白晨居高临下地看着沙昊 在下正是 敢问这位小少爷是 听说你女儿貌美如花 本少爷想要做你的成龙快婿 迎娶你女儿 所以把你女儿叫出来吧 少爷我今晚就打算洞房 沙昊的连叫微微抽了抽 无意则是撇过头 心中暗道 这小子毛都没长齐 能洞房的了吗 这位少爷不要开玩笑了 沙某美女儿 只有一独子 白晨猛然站起来 指着无意大骂道 无意那你跟我说 沙昊的女儿美若天仙 你是不是故意骗我 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小还欺负 无意张着嘴巴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这小子把莫须有的事情栽在自己头上 自己此刻若是多说半句话 怕是便要被他惦记上了 无意也是个老人精 所以很本分地保持了沉默 好了 此事也不怪你 不过少爷我既然出来了 那就一定要找个媳妇回去 沙昊 你现在就给我弄个女儿 反正你女儿我是娶定了 这位小少爷 就不要为难沙某了 在下确实没有女儿 哪里给您寻一个女儿 在沙昊的眼中 白晨就是个胡闹的大少爷 所以也没怎么放在眼里 那我不管 天黑之前 若是你不把你女儿交出来 本少爷就灭了你巨沙邦 哼 我巨沙邦也不是谁说灭就灭的 沙昊话没说完 无意突然出手了 一招之手遮天 从天而降 巨大的威压 瞬间将沙昊压垮在地上 四肢摊开地趴在地上 说不出的狼狈 敢对我望枯磨山的太上长老 出言不逊 你该死 无意毫无留守的意思 出手便重伤沙昊 无意已经明白白晨的意思 那就是随便寻个借口找茬 至于沙昊是否有女儿 那根本就不重要 无老 喂 为什么 沙昊被压在地上 又羞又怒 嘴里含着血雨唾沫 艰难地抬起头看着无意 太上长老的话 你没听清楚吗 看起来你这对耳朵是白长了 无意大掌凌空又是一压 沙昊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一边耳朵鲜血直流 白晨从朝天叫上跳下来 落在沙昊的面前 此刻的沙昊依然趴在地上 抬头便看到白晨那张灿烂之极的笑容 记清楚了吗 我要娶你女儿 你现在就给我去生一个 第534章望尘令 沙昊在门下弟子的搀扶下 迈着艰难的步伐进入巨沙帮中 傻子也该知道 这个小子就是来找茬的 很快的 这个消息不静而走 在短短半个时辰内 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 听说了吗 巨沙帮的帮主被人逼亲 什么 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哪里钻出个小子 带着一票人杀到巨沙帮外 口口声声称要娶沙昊的女儿 如若在日落之前 没见到他女儿 就要灭了巨沙帮 沙昊不是没女儿吗 是啊 可是那小子就是不管 他说沙昊就是现生 也要给他生出一个女儿 哈哈 果然是恶人自有恶人魔 真的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不是不报 而是时候未到 前脚他儿子沙姨 就打算强弩增加小姐 这后脚老家就被人抄了 大快人心 真是大快人心 哈哈 同时 曾不负等人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只觉得世界都颠倒过来了 孝凤儿和周麻三同样是表情凝固 谁能想得到 白晨居然玩出这一手来 沙昊和他儿子不是最喜欢强弩民女吗 白晨直接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只有白星没有太多的意外 对于在场众人的惊恶 则是一副大惊小怪的表情 当家的 你可知道石头是找了什么人去逼亲的 消息是孝凤儿和周麻三带来的 所以曾不负只能问他们两人 好像是血影楼的人 血影楼的长老吴义亲自带头的 血影楼 那不是万枯摩山的分堂吗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白星的身上 白星耸耸肩道 我的一位叔叔是万枯摩山的新任尊主 难怪 众人恍然地点点头 不过那吴义平日里可是心高气傲 在这乡舟城对谁都不假词色 今次能给足了石头面子 倒是挺意外的 白星可没说出白晨真正的身份 心中暗道 万枯摩山的太上长老 那个吴义赶在石头的面前说个不字 石头立马就拧下他的脑袋 吴义倒是很懂事 很多事情不需要白晨明说 他就已经先一步领会其心意 石头长老 请问若是日落之前 沙号还交不出人来 我们怎么办 白晨瞥了眼无意 那巨沙帮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白晨说得很冷酷 巨沙帮的勾当可不只是强强民女 巨沙帮简直就是乡舟城的一颗毒瘤 几乎什么勾当 都有巨沙帮的份 逼梁为娼 拐骗小孩 甚至是烧杀抢掠也有他们的份 白晨实在是找不出宽恕他们的理由 无意打了个冷战 虽然至今他也不明白 沙号到底哪里惹到了白晨 居然能够让白晨对他痛下杀手 居然要灭掉整个巨沙帮 而此刻的沙号在府里左右走来走起 脸色极其不安 对于这件事 他显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他都不知道 到底哪里来的煞星 而且最让他惊恐的是 血影楼的无意 居然毫不念旧情 完全是一副奴才的嘴脸 沙翼最是坐不住 脸色阴沉的哼道 爹 不如我们就召集人马 直接杀出去 啪 沙号脸色更怒 一巴掌甩在沙翼的脸上 杀出去 怎么杀 和那些万枯磨山的磨子磨孙拼命 你有十条命也不够他们杀的 那些人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个个都是以一敌时的高手 便是那个老魔头无意 就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 更遑论其他人 难道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 沙翼争鸣着脸 咬牙切齿地说道 沙号这巴掌没能压住他的暴躁性子 脸上火辣辣的痛楚 更是刺激起他的神经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在外面招惹了什么人 如今仇家找上门了 沙号此刻也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把缘由归咎在沙翼的头上 平日里他虽然疼爱沙翼 可是此刻大难临头 如果有可能 他宁可牺牲沙翼 保全自己和巨沙帮 爹 我根本就认不得那小子是谁 怎么可能是我 沙翼不满地说道 如果不是你 还能是谁 平日里你最喜欢闯祸 上次还将王源外家的小姐 掳来府上 现在还埋在后花园中 还有上上次 沙号越说越气 脸上表情更是怒不可遏 心中就是觉得 肯定是沙翼才招惹来这等祸事 老子平日里形势低调 也只有你才敢肆无忌惮地 为非作歹 如果不是你 还能是谁 爹 现在首要的问题不是追究谁惹来的麻烦 现在还是先想办法将外面那小子赶走 沙号沉吟许久 迟迟不曾开口 沙翼看着自己老子的脸色 似是有办法 可是又不能确定 爹 您是不是想到法子了 办法 不是没有 沙号的脸色阴晴不定 依然还带着几分犹豫不决 当年我救过纯阳公掌门李望尘一命 而他当时给了我一面望尘令 只要我以内力输入令牌之中 方圆五百里之内的纯阳公弟子 都能感知得到 同时会不顾一切地赶来相助 沙翼一听 大喜过望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只是 这望尘令一旦用了 就会被收走 要我将望尘令浪费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子身上 未免太可惜了 爹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那么多 如果不能度过这关 那面令牌最终也是为他人做嫁衣 不杀了那小子 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沙翼脸庞上露出猙獰之色 就如一只发狂的野兽一般 哎 事已至此 也只能如此了 沙浩的脸上依旧不舍 事不宜迟 还是尽早将纯阳公的弟子招来 沙翼迫不及待地说道 沙浩从怀中掏出一面纯白的令牌 这块令牌如阳春白雪般一尘不染 沙浩从得到望尘令 就不曾让他离开过自己的身上 即便是沙翼 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子藏着这么一块令牌 咦 李征突然感觉腰间别着的望尘令微微一颤 同时侧头看向云华与云诺 这望尘令一共三面 其中一面在自己的手中 另外两面则是由纯阳公的掌门李望尘分发 至于分发给谁 李征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可以肯定 只要得到望尘令的人 都是对纯阳公很重要的人 普通的弟子则是佩戴吴雪令 吴雪令和望尘令的做工材质基本相同 都是为了同门之间的联络 或者帮助而制作的 不过吴雪令影响范围只有百里 同时只有本门弟子才会佩戴 望尘令则未必是纯阳公的东子 不过纯阳公的规矩 只要佩戴吴雪令和望尘令收到感应 就必须前往事发的施以元首 虽然李征的地位在纯阳公超然 不过他依然要遵守纯阳公的规矩 云华和云诺同样抱以疑惑的眼神 显然 他们身上佩戴的吴雪令也感觉到了 那个方向 李征指着湘州城的方向道 是望尘令发出的求救信号 赶过去看看 老夫感觉到求救者传递过来的气息 非常的急躁 应该是遇到大麻烦了 望尘令 这湘州城里居然有人持有望尘令 我记得当年南疆失货之时 掌门曾经重伤归来 他当时与我说一个满汉救了他一命 当时身无常物 便将望尘令给了那满汉 如今我等去救他一命 也算是一报还一报 那满汉倒是有点造化 居然能得一枚望尘令 闲话少说 先赶去湘州城在意 李征双手突然左右抓住云华与云 诺 走 李征的修为盖世 身法更是出众 拽着两个小背 依然如飞红冲天 一个月身已经落到百丈之外 紧接着又是一个飞身而起 这身法速度 让云华与云诺 则舌不已 眼中极为羡慕 不过几刻钟的功夫 已经落来到湘州城外 树丈高的城墙 在李征面前 也不过是个栅栏 一个腾身便已经拉着云华 云诺跃入城内 白尘一直都坐在朝天轿上 闭目养神 突然 一股强横的气息 打断了他的思绪 抬起头便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从空中落入沙号的府邸中 白尘皱起眉头 那身影的来势实在是太快了 他根本就看不清那人的身影 不过这气息并未经过掩盖 所以白尘很容易便辨认出来者的身份 这老不死的来这里做什么 白尘低难着说道 太上长老 怎么了 又不速之客来了 白尘瞥了眼无意 不速之客 难道李征 什么 无意的脸上露出骇然之色 与无意惊慌失措的表情相反 沙号的脸上简直都快洋溢出幸福的花朵了 他都没想到自己用望尘令 居然招来了李征这等爵士人物 晚辈巨沙帮帮主沙号 拜见李老前辈 沙号毫不吝啬自己的膝盖 一头栽在李征的面前 脑袋更是重重地砸在地上 沙翼的目光有些呆滞 呆呆地看着云滑 眼睛都快看直了 他只觉得 这世上再没有女人 能比得上眼前这个仙子 起来说话 李征轻轻一扶 沙号不由自主地被拉起身体 李征皱着眉头道 老夫来时 关外面有一帮旺枯磨山的磨崽子 可是因为他们而遭难的 前辈慧眼 正是那帮磨崽子 莫名其妙地来找我帮麻烦 其中一个小子 非要晚辈的女儿嫁给他 如若不然 便要灭我巨沙帮 莫说晚辈没有女儿 便是有 也不可能将女儿推入虎口 万枯磨山的那些磨崽子 是越来越放肆了 真是欺人太甚 李征冷哼一声 祖师 让弟子前去将那些磨头 斩杀干净 那帮磨崽子轨迹多端 老夫与你同去 第535章除恶无尽 李征三人带着沙昊和沙翼 出了府邸 由李征护着 沙昊完全不用担心外面的 万枯磨山那些人 眼前的李征便是他的名字 便足以让天下人为之站立 当然了 除了外面的那个小子 无意对李征的出现 还是表现出相当的诚惶诚恐的 毕竟李征是与摩尊地位相当的人物 天下五尊之一 就凭这个名号 就足以下退任何人 李征和云华 云诺在看到轿子上的白晨的时候 那表情叫一个精彩 哟 这不是李老前辈吗 你怎么有空来这小小的湘州城 不会是特意来寻小子的吧 白晨很是热情地向李征打了个招呼 沙昊和沙翼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这小子认得李征 李征则是沉着脸色 老夫还要问你 你为何会在此 我这不是拉着队伍接琴吗 你不会是听说了小子要大婚 特意来这参加小子的婚礼吧 小子可要先说好 我们熟归熟 这份子钱是不能少的 小子 你不要胡搅蛮缠 这句沙帮帮主没有女儿给你娶 你若是安分点 现在便退去 老夫也不为难你 白晨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目光冷酷无比地盯着李征 李征被白晨盯得浑身不自在 眼前这小子的眼神 实在是让他想起了那个让他生寒的年轻人 李老前辈 我刚才没听清楚 劳烦你再说一遍 李征的脸色也非常的难堪 小子 老夫不欲与你为敌 只是这句沙帮帮主与我纯阳公有救 沙昊和沙翼满脸的惊诧 他们想象中李征大沙四方的景象并未出现 面对一个毛头小子 反而像是在不断地退让 白晨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 李老前辈 你这是太为难我了 沙家的大少爷可是说了 我那干姐姐非得嫁他 不然就要灭他满门 所以我这不是打算着亲上家亲吗 他要娶我干姐姐 那他就得找个妹妹嫁给我 不然的话 我便灭他全帮上下 沙昊和沙翼的脸色苍白 果然是沙翼招来的祸事 李征则是转头怒视想沙昊和沙翼 这种事为何他们之前没说出来 李征很理所当然的认定 是他们二人故意欺瞒自己 只是如今自己这出头鸟已经出了 那就没可能再收回来 不如这次就看在老夫的面子上 大家各退一步 老夫可以保证 沙家的小子不会再去纠缠你干姐姐 看在你的面子上 白晨黑黑地笑起来 目光扫向云滑 好啊 你把你们纯阳公所有二十岁以下的女弟子全部嫁给我 我便放过沙家 小子 放肆 李征勃然大怒 李老前辈 你也不要逼我 不然的话 我立马就去你们纯阳公转一圈 你的消息如果够灵通 应该知道当初摩尊落在我的手中是什么下场吧 你若是觉得你比摩尊更能耐 你我大可放手一搏 沙昊和沙翼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这小子在说什么 什么叫做摩尊落在他的手中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摩尊怕你 老夫未必就怕你 李征咬着牙 强撑着场面 你若是不怕 那我们现在就干一仗 李征不敢放手一搏 上次他与白晨交手 就没占到便宜 而且如今他已经知道了 眼前这个小子就是白晨的弟弟 同时又已经证实了 他哥哥未死的消息 他不知道 如果自己真的伤了这小子 自己要面临什么样的报复 他堵不起 纯阳公更堵不起 好了 我也给你一个台阶下 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巨沙帮 在香州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欺男霸女 为非作歹 逼良为娼 绝对是十恶不赦的恶人 你随便去街上转一圈 都能听到关于他们的恶行 所以李老前辈你实在没必要为了他们和我结大仇 李征的脸色阴晴不定 回头看向沙昊和沙翼 他所说的可是实情 沙昊突然跪在地上 李老前辈开恩了 在下可是有望尘令 只要度过此劫 在下一定痛改前非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痛改前非和洗心革面就没必要了 重新做人 我倒是可以顺手帮忙 小子 得扰人畜且扰人 李征依然不愿意放弃杀号与杀意 毕竟两人手握望尘令 此事又事关纯阳公的微信 他不得不表现得强硬一些 得扰人畜且扰人 笑话 你问问他们父子可曾经绕过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么简单的道理 李老前辈都不明白 还在小子面前讲道理 这世上不是谁都可以饶恕的 他二人若是真有心悔改 就不会在袖子里藏着袖剑 准备着拼死一搏了 李征愣了一下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看了眼两人 这两人也真是该死 在这小子面前玩这些下三滥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这小子就是玩阴昭的祖宗 两人的脸色更是苍白 他们袖子里的袖剑 可是他们花了大价钱 从唐门纳购来的 可以说是杀人无形的戾气 怎么会被这小子看穿 无意以及一众血影楼门人 此刻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堂堂难道李征 居然在这个矛头小子的面前 表现得如此的畏首畏尾 实在是大跌眼镜 小子 你们忘哭摩山座的恶事 也不会比这父子良少 这些义正言辞从你们口中说出来 未免太讽刺了吧 我们万枯摩山作恶 那是因为我们是摩门 李老前辈 你们可是纯阳公 难道也只是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李征突然发现 自己与这小子成口舌之力 实在是不治之举 好了 事已至此 李老前辈是去是留 小子也就不再多说了 是非对错 自有是人公断 我们摩门以恶为本 偶尔为善是人之常情 可是你们纯阳公是名门正派 以善为本 却不能如我们摩门一样 随心所欲 白尘冷笑地看了眼李征 李老前辈若是没什么话说 就让开吧 李征叹了口气 早知道这小子在这 他绝对不会贸然前来 如今这人没救到 面子李子都没赚到 真是疏人又疏愤 其实对李征来说 杀号父子是正是邪 他还真不是太在乎 问题现在是 他没把握逗得过眼前这小子 这小子实在是太邪门了 李征当初已经后悔 招惹他哥哥了 这弟弟比他哥哥还邪门 所以李征是打定主意 绝对不再去惹这对兄弟 虽说杀号父子有望尘令 可是他又不是纯阳公什么人 白尘走到杀号和杀义的面前 看着脸色苍白的两个人 你们刚才一定是想着 只要李老前辈出手 一定可以将我碎尸万段是吧 李征的脸色不大好看 这小子怎么张口闭口 总不忘挪于自己 现在呢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将我碎尸万段的机会 白尘呵呵地笑着 我捅你一刀 你捅我一刀 看看我们谁先死 好不好 太上长老 千万不要冒险啊 您可是万金之躯 怎可与这些垃圾 做着冒险的举动 吴义连忙劝阻道 要不换你来 白尘笑呵呵地说道 吴义立刻耸了 尴尬地看着白尘 小人身体淡薄 还是算了吧 李征 云华和云诺 哪能不知道 这小子打什么主意 这小子皮操肉厚 这对父子此刻 估计还抱着 同归于尽的想法吧 沙翼的眼中凶光秉露 心中想着 既然自己活不了 那就索性拉着 这小子一起死 李征微微摇了摇头 看到沙翼的眼神 他已经知道 自己救不了他了 这小子分明是在 向自己说 他们并未悔改 如果这两人 没有对白尘 痛下杀手的话 或许白尘还可能 放他们一马 来吧 我给你们先动手的机会 白尘大方地说道 沙翼手头一抬 袖中嗖嗖两道破空声 直中白尘额头 可是 众人所期待的 脑浆四剑的场面 并未出现 白尘依然笑容灿烂 牙齿叼着两只袖剑 可是沙翼的脸色 已经苍白无比 白尘看着沙翼 从嘴里取出两只袖剑 道晚了吧 等 等等 沙翼想要逃离 这个小魔星 可是白尘 已经一把抓住 沙翼的手掌 任他如何挣扎 也无法挣脱 白尘的手心 白尘手中 箭矢一弹 沙翼惨叫一声 箭矢已经穿透 他的脑门 沙昊突然爆吼 你杀了我儿子 我 你也去陪你儿子上路 白尘手中的第二只箭矢 已经穿透 沙昊的脑袋 白尘不是没怜悯之心 可是绝对不是烂好人 他很清楚什么人该杀 什么人不该杀 而眼前的父子两人 绝非值得同情之人 小子 告辞了 李征气呼呼地哼道 说罢便拂袖而去 云华临走前 还不妄想白尘 施以挑衅的目光 白尘则是毫不犹豫地回邓云华 云诺则是低着头 不敢去与白尘的目光接触 他害怕自己的怨恨目光 会被白尘看到 无意 给我抄了巨沙帮和沙斧 给我把所有巨沙帮的帮众 给我提到湘州城广场前 只要有人指人犯有命案的 就给我剁了 如果是清罪的 也给我绑三天 是是 无意联盟点头 转过头看向门人 还愣着做什么 没听到太上长老的话吗 谁敢漏了一个巨沙帮的人 就拿你们顶数 第536章不应该出现在的人 不得不说血影楼以及无意的办事速度 完全可以配得上效率二字 从傍晚时分开始 到第二天早晨 巨沙帮的帮众 一个不拉的被押到湘州城的广场上 甚至于无意为了完成白尘的命令 直接动用了官府与承手的力量 直接把整个湘州城都给封了 如果说巨沙帮是地头蛇 那么血影楼就是过江猛龙 很多时候地头蛇确实难缠 可是那只是正常情况 万枯摩山在湘州城的分堂血影楼 实力远超一般的门派 特别是在巨沙帮群龙无首的情况下 面对血影楼催枯拉朽一般的扫荡 根本就无法组织起一波像样的抵抗 无意可是非常彻底地贯彻了白尘的命令 敢于反抗的杀无赦 毫不留情 而巨沙帮帮众在发现 不反抗的结局往往比反抗的结局更好后 大部分的帮众还是选择了投降 只有极少部分的帮众 因为在知道了自己不管投不投降的下场都是死之后 还是选择了负于顽抗 一个晚上的时间 虽说是闹得湘州城鸡犬不宁 可是大部分百姓在知道是血影楼青角聚沙帮帮众后 一个个都是拍手称快 血影楼一直以来的地位都显得非常的超然 大部分湘州城百姓对血影楼只存在于幻想中 根本不明白血影楼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而在今天之后 血影楼更是成了湘州城的一个传说 只有少部分人知道这一夜发生的真相 当龙岚标局众人以及增加的人听说了巨沙帮覆灭 以及沙浩 沙翼父子生死的时候 他们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可是当他们派出去的探子传回来消息后 他们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同时探子还回报说 沙沙浩和沙翼父子的不是别人 正是白晨 每个人都想向白星求证 可是当他们赶到迎风来客栈的时候 却发现白晨和白星早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那小子下手还真是恨 曾不负还是免不了感慨一番 如果不是这次巧遇白晨 他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收场 在白晨前往巨沙帮的时候 曾不负也想过各种可能 在他的想象中 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化解矛盾 至于现在的结果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 偌大的巨沙帮说灭就灭了 甚至连那些帮众 似乎都不打算放过 而这一切的起因 居然是因为杀意看上了自己的女儿 最后不但让自己父子伸手易处 甚至还连累了偌大的巨沙帮 那是当然 不看看是谁儿子 周麻三最得意之事 莫过于白晨是他的干儿子了 曾不负白了眼周麻三 心中倒是有些羡慕周麻三 又不是你生的 你得意什么 不管是不是我生的 他都是我儿子 周麻三得意地说道 等石头下次来乡周城 我就把我们家家传的宝贝传给他 你家能有什么家传宝贝 人家那背后可是有个名震天下的大哥 稀罕你家的宝贝 石头 这么好玩的事情 你居然不带我玩 白星可是知道整个事情的始末 似乎是无意与他说的 白星听完后 更是大为恼火 天下人共尊的武尊 他也就见过白晨 没想到这小小的乡周城 难道李征居然出现于此 实在是让他大为后悔 早知道就跟着白晨去了 原本他还以为 这小子会把场面弄得血腥无比 所以他当时没有跟着去 结果到头来 亲自动手的也就两个人 那老头可不好惹 这次是被我唬住了 没敢动手 我可不想天天遇到他 白晨翻了翻白眼 白晨上次与李征交手 那是精心不知的 让李征产生错觉 以为自己的武功邪门 可是如果真正交手起来 自己不用两三个回合 就要被李征拍死 接下来的路途 白晨特意避开城镇 如果是非要经过的城镇 也是尽可能的隔天便离开 尽量减少路途的时间消耗 在白晨接连十几天的 叫苦连天中 两人终于赶到了苍州城 然后又是匆匆而过 虽然白晨喊着 想在苍州城 好好地玩上几天 可是白晨 以苍州城距离青州城很近 随时都可以过来玩为借口 准备着马不停蹄地 赶往青州城 如果与白晨同行的是一个俏家人 白晨不介意在旅途中 多消磨一些时光 可是跟在身边的是个 名为他的姑姑 实为他的妹妹的家伙 表面上是个青春靓丽的少女 实则是个行为粗鲁的假小子 白晨仿佛看到阿兰长大后的德行 石头 我们就再在苍州城 待一个晚上好不好吗 你也说了 反正这里距离青州城很近 没必要这么急着赶往青州 白晨拉住白晨 一副受委屈的小媳妇姿态 祈求地看着白晨 好不容易来了苍州城 怎么能够这么离去呢 我想去看看十里铺 我想去看看晚风亭 还有七秀秀芳 还有 白晨对于苍州城的名记如属家珍 事实上苍州城如今的名气 还不如这几处景致来得响亮 大部分来苍州城的人多半都是冲着这几处景点来的 故地重游 白晨却没有当初的情怀 时过境迁 却已经是物是人非 只是白晨说什么也不走 白晨无可奈何 就待一天 明天日上三甘之时 便是我们启程之时 好好 我们现在去哪里 嗯 白晨撵着下巴一阵思索 去晚风亭吧 在诸多景致中 也就晚风亭的景色堪堪入眼 十里铺本是苍州城外的一个集市 不过如今却成了苍州城 最大也是最有名的景点 还有就是七秀秀芳 不过白晨可不想以这种姿态 出现在七秀秀芳中 免得遇到熟人 被人当成自己的小辈 不去十里铺吗 七秀秀芳也好吗 你到底去不去 去 当然去 白晨笑嘻嘻地说道 晚风亭也很有名 自然不能错过 突然 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人群中传动 不多时已经消失在眼前 白晨的眼中露出一丝诧异 苍州城的熟人很多 可是刚才那身影的主人出现于此 却让白晨非常的惊诧 这个人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白星没注意到白晨的眼神 看到白晨似乎打算钻进人群 立刻拉住白晨 石头 你要去哪里 晚风亭在那个方向 我发现个好玩的事情 白晨突然露出笑容 白晨的双眼已经变成了100瓦灯泡 激动地看着白晨 多好玩 比在乡州城的闹剧好玩多了 白晨听到白晨的话 便忍不住激动起来 你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个熟人 一个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熟人 什么人 还不能说 可是这个人只要出现在这里 就意味着有大事要发生 是不是天下五尊之一的人物 是不是 是不是 白星激动地拉着白晨 他的身份地位不算高 可是他的影响力 全天下可排进前十 我们现在是不是去抓他 不是 他不是我的仇人 而且还算是我的长辈 是我们白家的人 不是 那也是你认得甘亲 也不是 那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绝对与好人沾不上边 可是他是个忠心的人 那到底是什么人啊 反正他出现在这里 肯定不会是好事 所以暂时来说 我需要看看他的来意 在决定后面的行动 白晨的脸上虽然随意 可是目光却认真无比 那人现在在哪里 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一般人是嗅不到的 不过我是属狗的 所以只要他还在苍州城 在我眼中就是无所遁形 白晨不知道 让白晨跟在身边 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 可是如今他别无选择 首先他不能和白晨 说出那个人的身份 其次就是自己无法甩开白晨 当然了 更准确来说 他在看到那个人的时候 便觉得肯定有事情发生 所以不敢让白晨离开自己的身边 以防不测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去他应该去的地方等他 他应该去的地方 白晨不解地看着白晨 废话 他一个外来者 来苍州城又没亲友 自然是要去客栈 可是苍州城不小 客栈又多 你怎么知道他会去哪家客栈 他一定会去追高档的客栈 而我恰好知道 苍州城哪家客栈最好最大 旺乡居便是苍州城最豪华的客栈 白晨和白晨进了旺乡居 便看到小思正用审视的目光 看着两人 小二 给我们两间上房 白晨直接丢给小思一块碎银 小思一接到碎银 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 两位少爷这边请 白晨小声嘀咕道 我们不是来找人的吗 我们是来找人 不是来抓人的 所以不能直言聊当地询问 白晨现在这副样子 担心自己若是询问小思的时候 被那个人发觉的话 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还是打算着 先看看情况再说 第537章最危险与最安全的地方 这是白晨第一次看到白晨如此的凝重表情 很显然 这次不是白晨为了骗他而找的借口 是真的将要有事情要发生 白晨整天都在房间里 没有踏出房门一步 白晨则略有担忧 毕竟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任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 白晨口中的那人是什么来头 而白晨整天都没有动静 就像是毫不在意一样 反而更让白晨觉得 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石头天黑动手吗 白晨点了点头 白晨又问道 那要我做什么 跟在我的身边 我一个人未必对付得过来 白晨知道 如果自己让白晨安分一点 他一定会更加闹腾 所以只能拿好话哄着白晨 在听到白晨需要自己的时候 白晨突然感觉到 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随着夜幕的降临 白晨便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白晨觉得白晨的身上 突然多一种气息 深邃 隐晦 让人琢磨不透 扣扣 突然客房传来两声敲门声 白晨皱了皱眉头 谁啊 白晨应声道 两位客官 是小的 门外小丝的声音传来 你来做什么 在白晨点头示意后 白晨打开客房的门 小弟是来问问您二位 可要点吃喝 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会自己出去吃 这少爷您就不知道了 这几日苍州城日落后 就开始宵禁 您若是此时走到街头上 就算没被抓起来 也找不到店家 更买不到吃喝 苍州城什么时候实行戒严了 以往只有过了子时 还有店家在做生意 要知道如今的苍州 可不再是当初那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都城 如今的苍州城 可是驰名在外 特别是苍州城的青楼 更是雁名远坡 如果苍州城施行戒严 那么苍州城的税收 起码要少一半 还不就是前两日的事情 京城里传来的圣旨 苍州城成首 左中人将军 因为与江湖中人交往甚密 如今已经被罢免 新任成首 据说是京城里的少壮派 对于军政非常严苛 说什么夜市频繁 容易滋生事端 所以严令宵禁 夜晚出来走动的 都将以贼人扣押 若是查明良人者 也要先关上三日再说 突然 客栈外传来一阵整齐的不乏声 白晨走到窗前看下去 发现客栈围 居然围着一队官兵 从这些官兵的服饰来看 应该都是成首军 只是这些成首军 却不是白晨所熟悉的那些人 原先左中人 所掌控的那三千人马 多数都是老兵老将 如果当初不是白晨的原因 那些老兵早就卸甲归田 这时候掌柜的从客栈内匆匆忙地走出来 看着眼前带头的将军便跪下去 大人 冤枉啊 小人是个本分人 没有丝毫违法乱纪的事情 还请大人明见 这个掌柜的倒是秉承了女人的习惯 又哭又贵 大喊着冤枉 那将军也被掌柜闹得不胜其烦 皱眉挥挥手 好了好了 少说废话 本将军不是来找麻烦的 是来抓贼人的 大人 小人小本经营 从来不敢容留贼人 掌柜的抹去眼泪 露出精明的目光 是贼是寇 你一双狗眼看得出来 那将军冷哼一声 挥挥手 进去 只要年过四旬的 不论男女 全给我抓起来 大人啊 小的这家客栈客人不少 这年过四旬的 没有五十 也有三十 您看小老儿我便 谁知道那将军迎面便是一巴掌 扇在那掌柜的脸上 那就连你一块抓回去 糟了 掌柜的要身陷胡伦 变小二大惊 连忙冲出门要去帮忙 怪事了 这将军是不是闲得没事做 要抓年过四旬的人 白晨摇了摇头 不是要抓四十岁的人 是抓看起来像是四十岁的人 他们要抓的人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白晨略微迟疑地点点头 恐怕是吧 就在这时候 客房的房门被踹开了 几个官兵冲进来 不过在看到屋内的白晨 白星后也没个讲理的 转头便出去了 这间没有 下一间 不多时 在一阵哭闹喊冤中 几十个中年男女被积压出来 那将军在那几十个中年男女的面前走过去 目光如炬 一个个的审视 这个 放了 这个 也放了 石头 他既然认得要抓的人的容貌 为何要抓这么多无关的人 而且还不论男女 难道他还分不出男女吗 他可能见过那人 可是又不算亲近熟悉 那人估摸着会一点易容数 所以他必须一个个的检查过去 这些官兵抓的不只有中年人 甚至连老手都不放过 相比起那些中年人 对待这些老人 那个将军更加谨慎 这个也是你的客人 将军指着眼前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 回头看向掌柜的 要知道这家客栈入住的非富即贵 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 确实是非常的突兀 大人 这是后院匹柴的伙夫 你看那几个 都是已经在店里干了几十个年头了 将军眯起眼睛 看着这几个老头 思索片刻 居然伸手去拽那几个老头的胡子 直拽的那几个老头喊痛求饶不止 将军这才停下手 将军这才松口 这几个也放了 待到最后一个都审查完后 将军失望的目光显露出来 怎么会没有呢 老狐狸 到底藏哪里去了 掌柜的也已经被放了 不过他也是个精明人 凑上前去讨媚道 这位将军 不知道您要抓什么人 小的一定悉心配合您 不如给小的透个滴 若是小的遇到了 一定第一时间向您通报 你一借平头百姓 参合什么 滚远点 将军大手一挥 走 白星疑惑地看着白晨 那个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没有 那就是收到风声 事先藏起来了 他也没藏起来 而是就藏在这些人之中 怎么可能 如果这个人就藏在人群里 那个将军怎么会发现不了 因为那个人就藏在死角中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什么意思 就是说那人就在那个将军看得到 却想不到的地方 看得到 却想不到的地方 突然 白星看着下方嘴里念念刀刀的掌柜 他 可是白星立刻否定了这个猜测 刚才那个将军明显是认得要抓捕的人 不可能说人就在眼皮底下还没认出来的 你能易容 难道别人就不能易容吗 可以 你我是用千变散 可以改变身体的特征 一般的易容术 很容易露出蛛丝马迹 更绝难瞒得过有心人的眼睛 所以他知道不论自己如何改变容貌 都很难瞒过别人的注意力 于是就改变别人的思维方式 白晨笑着说道 这老家伙便是以奸诈著称 他知道正常人的思维 会将第一个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人排除嫌疑 可是他不是从远方来的吗 怎么会变成这里的掌柜 所以说他是这天下最具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比之五尊之流 更不可同日而语 那他到底是敌是友 反正不会是敌人 白晨坚决地说道 这天下间 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 唯独他不会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见他 我与他素未谋面 只不过是我爹与他相熟 我贸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你觉得他能相信我的身份吗 五 白晨走到桌前 提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 你写的这些东西做什么 我们的晚饭 白晨呵呵地笑着 写完后 白晨将纸张递给白星 去交给小二 让他给我们准备伙食 白星虽然莫名其妙 可是还是按照白晨的要求 把纸张送到了小二的手中 同样的 小二接过纸张的时候 同样是满脸的错愕 你们晚上就吃这些个东西 白星认真的点头道 当然 罗子 这客观要什么东西 客栈里没有吗 非得出外面买 现在苍州城人心惶惶 能不出门还是不要出门了 掌柜的这时候走上前 想要阻止小二出门 掌柜的 这两个客观也真是怪人 小二把纸张递给掌柜的说道 这上面的童子鸡 黄瓜鱼倒是好办 可是这些杂七杂八的药材 我们客栈里也找不到啊 掌柜的看着纸张上的字 以及里面的内容 脸色渐渐的变了 就是那个人 掌柜的看向正要上楼的白星 还有一个小孩子 这件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忙你的去吧 可是 这就交给我了 掌柜的将纸张收入怀中 这上面的字体 他隐隐有些熟悉 可是与他所认识的那个人 却又不同 唯独这上面的内容 却让他感到莫名的熟悉 掌柜来到白晨的房门前 左右思量着 是否要敲开房门 第538章 恰似故人来 近来 掌柜的听到屋内 传来一个孩童的声音 在下定决心后 还是推开了房门 白星站在白晨的身边 上下打量着掌柜 脸上露出迷茫之色 他实在看不出 这个掌柜的 有什么特别之处 掌柜的同样是在 打量着白星 他原本觉得 自己找的人 应该是这个年轻人 可是他看到了白星眼中 同样的迷茫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 自己是不是找错了人 又或者说 这一切根本就是个巧合 老王 近来可好 白晨微笑地看着眼前 这个易容成掌柜的老太监 眼前这个掌柜不是别人 正是大太监王长 王长的眼中露出一丝惊骇 惊疑不定地看着眼前 这个小孩 他只觉得 这个小孩实在是面熟 可是又透着一丝生疏 心中不禁回忆起来 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见过这个孩童 这位小公子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在下是这家客栈的掌柜 同时在下姓陈 并非姓王 刚才我菜谱上的药膳 冰火两重天 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白晨笑盈盈地看着老王 老王的脸色阴晴不定 故作镇定道 小公子 您是真的认错人了 白晨走到老王的身边 秀了秀老王的身上 枸杞 黄草 白芡花 看起来你有听我爹的话 经常吃冰火两重天啊 老王猛然退后两步 骇然看着白晨 你到底是什么人 白晨突然出手 一把抓住老王的手腕 老王想要挣脱 却发现自己的手腕 便如同钳子 钳住了一般 怎么也挣扎不开 老王 你受伤了 白晨翻开老王的手心 发现老王的掌心 布满了血丝 抬起头 略微担心地说道 你为何要用 百炼草 遏止伤势 你应该知道 这对你有害无益 老王猛地收回手掌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他儿子 白晨笑呵呵地看着老王 说自己是自己的儿子 这种感觉真是奇怪 不可能 那小子才多大年纪 怎么可能 老王本还想着反驳 可是看着白晨的眼神 只觉得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清晰 两个人的面孔 似是开始重合在一起 那眼神 那笑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你还有一律 白晨笑盈盈地看着老王 要不要我说一些 只有你和我爹 还有叔他知道的事情 白晨开始慢慢地回忆起 在京城的点点滴滴 这让老王的心开始悬浮起来 心中遏止不住的狂喜 你真是白晨的儿子 如假包换 老王的脸色又在狂喜的瞬间 露出了失落之色 可惜 你爹他 爱 不得不说 老王对白晨的感情 还是非常浓的 在与白晨相处的那段时间里 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白晨对他的尊敬 与皇帝无异 白晨是唯一一个 没有把他当成怪物的人 白晨是唯一一个 真正尊敬他的人 所以当他听说白晨生死的时候 他曾经暗自一个人哭泣 皇上他还坚持地认定 你爹他还活着 我也曾经抱着这样的希望 往常话没说完 便是一把老泪 忍不住地痛哭起来 老王啊老王 老皇上都相信我 我爹没死 你怎么就不信呢 白晨笑呵呵地说道 我爹他是真的没死 只是现在身在外遇 一时赶不回来 你爹他真的没死 白晨无比认真的点点头 你放心好了 这次我回无量山 就是处理我爹的问题 对了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老皇帝出了什么事 你爹他在外遇 糟了 往常的脸色异常地沉重 陛下他被大皇子谋害了 什么 白晨的身上 猛然迸发出一阵滔天杀气 整个身体便如同火人一般地燃烧起来 老王看到白晨身上的火焰 更是笃定眼前这个小孩的身份 因为他看到过白晨施展一样的功法 如果说眼前这小孩与白晨无关 怎么会一样的功法 大皇子勾结辽王麾下的骑士 暗袭了皇宫 如今昏迷不醒 而大皇子欺上瞒下 掩盖事实真相 把持朝政 现在只待时机成熟 便要登基为皇 魏如风呢 那个老杂毛可惊得很 他不可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前段时间边疆告急 魏向携兵去边关援助去了 如今各路关卡都在大皇子的掌控中 消息根本就传不到魏向的耳中 若是等到大皇子登基 到时候魏向即便是知道了 赶回来也是于事无补 那你这次 陛下在还没出事之前 就预感到要有事情发生 他说若是他出了什么事 就去无量山 找寻白晨回来帮忙 同时已经下了暗旨 让三皇子登基 李玉成吗 白晨皱起眉头 也不知道这些时日 李玉成有没有长进 皇上他一直相信 如果是白晨在的话 一定可以力挽狂澜的 老王严肃地说道 刚才那些是什么人 大皇子的爪牙 他也知道了陛下的心思 所以如今派人掌控了苍州城和青州城 为的就是以防万一 如果有什么不利的局面发生 立刻发动攻击 先杀了三皇子 到时候就再没有威胁了 老王脸色为难 如今听闻白晨远在西域 是绝对来不及回来营救皇上 我爹虽然不在 可是我在啊 白晨看着老王 你 毕竟眼前是一个五岁的孩童 老王还是不禁露出怀疑的目光 放心吧 石头他的能耐 未必就比他爹差 你是 老王看向白晨 他是我姑姑 也就是我爹的妹妹 白晨道 老王微微点了点头 可是对于白晨的话 还是存着几分疑虑 虽说这个孩子的父亲 是旷世之才 可是那也只是他爹的事情 不管这个孩子有多聪明 也不可能真如他爹那般 化腐朽为神奇 显然 老王的思维 与大部分人一样 不是说他不相信 眼前的这个孩子 也不是他不喜欢 还这个孩子 只是他很清楚 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 如今的大皇子 已经掌控了整个京城的权力体系 他现在几乎已经等同于皇帝 差的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白晨微笑地看着老王 老王 我爹在京城的时候 可是蒙受了你与皇上老爷子不少照顾 他可是说了 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有难 都必须全力以赴地帮助你们 你也别觉得我年纪小 帮不到你们 对我来说 年龄从来不是问题 那个位置除了皇帝老爷子之外 没有人有资格做 即便是现在的李玉成 也还太嫩了 如果谁敢在这时候夺了皇帝老爷子的宝座 我就先是把整个京城掀了 也是在所不惜 老王的眼中泪水 却是夺眶而出 眼前的这个孩子一言一行 都让感到莫名感动 可是 正因为如此 他更不能让眼前这个孩子去冒险 去经历一件几乎没任何希望的冒险 毕竟 他可是将白晨当作儿子一般的看待 突然 白晨的眼中露出一丝金光 那些人回来了 老王一愣 可是马上就是脸色一变 糟了 刚才表演的太过了 那个人对你很熟悉吗 他本是京城的成熟 也是大皇子派系的人 经常出入皇宫 与我算是相当熟了 这次下调到这来 便是为了看住无量山 以及抓捕我 带来的人马倒是不少 扣扣 就在这时候 门外传来小二的声音 大人 那些官兵又来了 白晨叹了口气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了 那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 只是可惜了这些士兵 没能在边疆奋战杀敌 却要死在这里 你叫石头是吧 老王看着白晨 嗯 记得给我向你爹问声好 就说老王想他了 若是 若是有可能 带到他日在老王的坟头上 一炷清香 白晨一把拉住老王 嘿嘿地笑着 这话 你日后自己与他说 本来我还想着与他们拼杀一番 只是今日你在此 我这个老东西 可不想连累了你这小家伙 老王 你这话若是给我爹听到了 可要打我屁股了 就在这时候 楼下已经传来殿中伙计与官兵的厮杀声 小二 帮我找一束古琴 这 此刻小二已经是满脸交集 却听到白晨要古琴 更是满脸的错愕 难道要这时候弹琴助兴 大人 这 老王低头看着白晨 看到白晨的眼中 还带着灵星的笑意 去给他找一束古琴来 隔壁便有一束 小二说道 白晨主动地绕到隔壁 将古琴取来 放到白晨的面前 石头 你这是要做什么 白晨轻轻一波琴弦 因笑声如浪潮一般向着四面八方荡开 在场所有人都觉得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心头冷意涂生 在看白晨的目光 却是带着一丝煞气 当然是弹琴 第539章 琴魔七伤 在常规兵器中 琴一直被所有人所忽略 这天下间 或许也只有白晨会将琴当作雾气 当然了 还有得到白晨传授的盈余 白晨的琴声响起之时 就在同一条街的七秀秀方也行动了 因为他们听到了琴声 听到了这久违的乐章 蓝山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这琴声对他来说 可谓是刻骨铭心 他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在这之前 他几乎以为 弹琴的这个人已经死了 可是 在琴声传来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都激动地跳起来 不会错的 绝对不会错的 是他 一定是他 秀方中的不少姑娘 也都与蓝山一样的反应 只有白晨 才会弹奏出如此美妙 却又杀鸡涌现的琴声 白晨回来了 他真的回来了 而此刻的客栈中 却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景象 店中的伙计们 本是高手伪装的 他们与这些官兵 正借着客栈内的狭窄环境 拼斗的时候 从楼上突然传来琴声 紧接着便是 他们眼前的十几个官兵 突然被什么力量撕碎 没有人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十几个官兵 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 鲜血建设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感觉无比的真实 绝非自己的幻觉 而这不是结束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紧接着琴声大作 连绵不绝的琴声 不断地萦绕在客栈内外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瞬间毫无征兆地陨落 老王的那些手下 已经看得痴呆了 他们完全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从客栈内到客栈外 已经变成了一条血路 每一息的时间 都有十几个官兵惨死 谁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切都显得如此的诡异 那些官兵也开始慌乱起来 后面的人不知道 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而前面的人根本就没机会传递消息 那些官兵还在不断地向客栈内涌 可是这些官兵却连客栈都没机会踏足 在客栈内的官兵死绝之后 琴声再次变调 老王的那些手下都感觉到琴声变得连绵不绝 他们终于意识到 在帮他们斩杀敌人的 不是刀剑 而是琴声 那些官兵堵在客栈外 只要是站在客栈门外一帐之内的 必定伸手易出 没有一个另外 鲜血已经染红了客栈内外 残肢断壁堆满了里里外外 场面恐怖的让人头皮发麻 每个人的手脚都是冰冷 因为客栈外就是街道 根本就不足以让军队展开战阵 无法发挥出人数的优势 后面还有人在吼 你们这帮废物杀进去 给我杀进去 区区几个臭虫 就把你们的胆子吓破了吗 显然 后面的那个将军 还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情 同时也因为这场面 实在是太混乱了 前面的想往后面逃 而后面的却不断地往前涌 老王的人马就显得非常的惶恐 因为未知 所以他们不知所措 因为未知 所以让整个场面显得不寒而栗 就像是有一个恶魔 在无声无息的屠鲁卓 这些不明所以的生命 而此刻阁楼上的客房中 老王同样是无法平静 他已经从窗口 看到了外面的场景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孩童弹奏出来的琴声 会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当白晨的双手狠狠地拍击在琴弦上的时候 琴弦发出如同巨兽低吼一般的咆哮 紧接着便是十几个士兵 身体突然炸开一团鲜花 那十几个士兵正好处于人群的中心 他们的突然变故 终于将整个场面平静了下来 白晨轻轻地松开琴弦 抹去眼角的泪水 这些士兵并非大奸大恶之人 他们没有任何的错 他们不是辽王麾下的虎狼 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他们本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命令 只不过恰巧站在了白晨的对立面 仅此而已 如果不给他们最大的震慑 他们依然会如同潮水一样 是涌入客栈中 所以白晨必须选择一个最残忍的方式 来结束这场纷争 白晨不喜欢滥杀无辜 只是他同样是别无选择 白晨抬头看向老王 老王也看到白晨眼中的泪光 又看了看窗外的景象 你爹都教了你什么 老王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责怪白晨 这些杀戮本不该出自一个孩子之手 如果是老王自己 他对任何人的杀戮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因为他早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一个柜子手 这些年死在他手中的怨魂 他自己都数不过来 可是 此刻却因为一个故人的孩子杀人而感到心痛 便在这时候 大军的后方出现了厮杀声 嗯 七秀的人 他们怎么来了 老王惊奇地看着后方的一抹烟红 老王 你去将那个围守者杀了 结束这场杀戮吧 老王点点头 纵身跃出窗口 躲在大军后方的那个成手实力虽说不俗 可是与老王这等顶尖高手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再加上七秀弟子的突然而至 让他立刻慌了手脚 老王对于这种猎杀可谓是熟悉至极 他沿着房顶上飘忽不定 并未让下方的大军发现他的踪迹 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 如果是在真正的战场中 显然是不大可能 可是在这种巷战中却很容易实现 至少在这种混乱的场面里 却显得非常的轻松 老王在那个将军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形如大鹏展翅一般飞扑而下 一掌拍在那将军的头顶 紧接着又是一个戒力抽身而出 将军死了 将军死了 那些士兵一看到自己的将军身亡 瞬间乱作一盘散沙 七秀的弟子人数也是不少 苍州秀方的女弟子 可以说是除了扬州七秀方之外 人数最多的一个分堂 便是这次出动的便足有三百多人 而且个个都是武艺高强 那些大军偶尔有那么一两个散兵游泳 在击杀了十几个士兵后 那些士兵便陆陆续续地从街道的另外一个方向退去 兰山抬起头 看着房顶上的老王 兰山是何等眼力 一眼便看穿了老王的内饰身份 兰山的眼中露出一丝惊讶 请问尊家何人 咱家老夫不过一介平头百姓 不足称道 倒是诸位姑娘巾帼不让须眉 让老夫好生佩服 如果不是七秀姑娘的牵制 恐怕她也没那么容易杀了那个将军 此刻她对七秀的这些姑娘倒是有几分感恩 请问刚才奏秦者何人 那是老夫的一位子植辈 可是花间小王子 兰山并不在意老王的身份 他更在乎刚才奏秦的人 老王一直掌管着老皇帝身边的情报工作 所以知道白晨与七秀千丝万缕的联系 姑娘 若是不嫌弃老夫的客栈肮脏 不妨去里面小些片刻 兰山点点头 回头对众弟子道 你们先回去 我去去便来 师姐 我也去 我也去 师姐 我们也想去见白晨 他都失踪许久了 如今好不容易出现 怎能 放心吧 我见到他 一定把他带去秀方 兰山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师姐妹的想法 只要有白晨在 秀方里就永远少不了欢声笑语 即便是他 又何尝不想念白晨呢 兰山对于这一路上的残肢断壁 并未表现出如何的意外 因为他是第一批见证过勤魔气伤的人 他太清楚秦魔气伤的威力 而这世上只有两个人会秦魔气伤 一个是白晨 另外一个是他曾经的师妹 盈宇 客栈内的人看到兰山 以及老王的时候 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眼老王 老王只是淡然说了句 将这里里外外收拾干净 姑娘楼上请 兰山推开白晨的房门 却发现白晨并不在房中 不过他还是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白晨 这不是白晨的妹妹吗 当初七宿开访的时候 他可是也见过白晨 白晨 白晨呢 我哥不在 不可能 那琴声除了白晨 就只有盈宇弹奏的出来 快叫他出来 别以为躲着我们秀芳就没事 我们秀芳的姑娘 可是有好几笔账要找他算 白晨低头看了眼秦岸前的白晨 是他弹的 蓝山之前也看到了白晨 不过刻意地忽略了白晨 他的潜意识里 直接把眼前的这个孩童 当作局外人 可是 当他再次打量这个孩童的时候 却惊奇地发现 这个孩童的笑容里 充满了熟悉的气息 这个孩子 他与白晨是什么关系 蓝山对白晨太熟悉了 熟悉地让他不存在任何的疑问 他叫石头 是我哥的儿子 蓝山直接冲上去 一把抱起白晨 你爹呢 白晨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现在在外遇 他没事就好了 蓝山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还是暗自松了口气 刚才的琴摩七伤是你弹的 老王很是意外 看来这七秀女子 与白晨的关系肥浅 居然知道石头弹奏的是什么 他教我的 白晨理所当然地说道 小孩子家的 以后不许弹琴摩七伤了 这么大的杀性 你爹已经是个杀人狂魔了 我可不想将来听到江湖上又出一个小魔星 好 第五百四十章归来 蓝山拉着白晨直奔秀芳而去 白晨逃也逃不掉 结果就这么被众女弟子 蹂躏了一晚上 不过第二日 白晨便早早地与白晨以及老王上路 白晨先要赶回无量山去 青州城如今也在大皇子的掌控之中 苍州城如今又已经回到正常的轨迹 左中人再次官复原职 当然了 这次他也只是暂时的代管承手之职 如若上面再派人下来 他又要被打回原形 不过这次左中人不只是代指那么简单 他要做的就是把整个苍州的军部体系掌控住 上次被大皇子下调的人弄得太过匆忙 以至于左中人直接被放空兵力 如今却不同 有了准备后 即便大皇子再派人下来 也只能当个光感撕裂 老王非常惊讶地发现 这个小孩虽然年纪不大 却能将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条 即便是比起京城里的那些老人精 也是不遑多让 当然了 这次回无量山 最主要还是接李玉成进京 白晨不知道老皇帝是怎么想的 其实李玉成并不是成为皇帝的最佳人选 不是他的才能是他的性格 而且他有着一段几乎无法抹灭的黑历史 可是老皇帝却对白晨太信任 老皇帝似乎觉得 白晨一定可以将李玉成重新塑造成一个合格的储君 一个合格的帝王 老王 你给我讲讲大皇子派去青州城的人 派去青州城的人名叫李红 是个皇室宗族之人 不过皇家的血脉已经淡了许多 身份上倒是没什么顾及 只是他手上却握着重兵 不同于我在苍州城杀的陈毅 李红是个很懂得用兵的人 虽然他来青州城的时日不算多 可是也足够他彻底掌握青州城的兵力 再加上他自己这次带来的兵马 怕是足有四万人马 四万人马 白晨皱了皱眉头 这个人数已经远超一般的城镇不守兵力的极限了 由此也可见大皇子对李玉成的忌惮 如若李玉成有丝毫的风吹草动 恐怕这四万大军便要直接将无量山移为平地 四万人倒不是问题 可是如此大规模的内战 是最要不得的 白晨叹了口气 四万人 那就相当于四万个家庭的负面 强者不在于他能杀多少人 而在于他能杀多少敌人 哪怕是为了维护正统 也绝对不能作为提起屠刀的借口 老王苦笑地摇了摇头 这小子还真敢说大话 四万人不是问题 那就没问题了 当然了 他是无法理解白晨的顾虑 白晨对于自己人和外人分得非常清楚 在他看来 辽王属于外人 不管他喊的口号再怎么响亮正义 都无法规避一个问题 乱臣贼子 可是大皇子的部署不同 说到底这也是皇室之内的内斗 那个皇位是值钱 可是不代表白晨就能为此 将四万人葬送掉 能暗杀他吗 白晨问道 李红的武功不算高 可是他师父却跟在他的身边 他师父 什么人 嘉兰山掌门 混是老人 嘉兰山也参合进来了 白晨惊奇地问道 或许是大皇子许下了什么诺言吧 老王凝重地说道 在你爹之前 混是老人一直被奉为天下第一武阵圣师 而他出现于此 很可能是为了给自己证明 老王叹了口气 若是白晨在的话 我倒也无需如此担心 相信他一定可以赢过混是老人 可是如今他远在外遇 那混是老人很注重自己的名声吗 当然注重混是老人最好名声 更何况他是嘉兰山掌门 乃是武阵圣地 如今却被你爹夺了天下第一武阵师的名号 你觉得他能咽得下这口气 他这第一武阵圣师的名号 也只是浪得虚名 白晨冷笑一声 我老子不在 便由我来会议会他 你 你学了多久的武阵 老王 你放心吧 石头的武阵造诣 可不在我哥之下 白星也跟着白晨喊王长做老王 老王还是带着几分怀疑 石头的天赋好是好 可是也只是个五岁的孩子 老王实在不想把所有的希望 托付在一个五岁的孩童身上 突然 拉车马发出一声高银 整个马车立刻颠簸起来 怎么回事 老王立刻掀开车帘 抓住赶车的手下 罗子发生什么事了 罗子此刻正极力地想要恢复正常 可是任凭他如何安抚 拉车马依然狂躁不安 疯狂地奔驰着 不 不知道 黑子好像是受到惊吓了 白晨也钻出车厢 不是罗子的错 这里已经被布置了五阵了 畜生的感官最是敏锐 他最先察觉到天地间的变化 什么 这里被布置了五阵 白晨的眉头皱起来 好你个嘉兰山 这分明就是要灭我五亮山 此地距离五亮山还有几十里的距离 可是从这里开始就已经出现五阵 可见整个五阵的规模庞大的无以复加 这么庞大的五阵 那混是老人打算做什么 老王头皮发麻 看来混是老人这次可不是孤军奋战 带来了不少帮手 白晨看着周围的环境 咬牙切齿地低吼道 敢犯我五亮山 我要他们全都给我葬身在此 这到底是什么五阵 这五阵不算高级 是镇山镇就是用来封山用的 外面的人进得去 里面的人出不来 只要五阵一经发动 便是封山断月 不是什么高级的五阵 却是规模庞大 而且耗资以一计算 光是混是老人一个人 是不可能布置得出如此庞大的五阵的 老王听到白晨的话 脸色巨变 那那三皇子 如今是不是被困在五亮山了 这可如何是好 石头 你破得了这五阵吗 白星看着白晨的目光里 充满了信任的眼神 为什么要破 我要的是让他们自食其果 白晨咬牙切齿 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 石头 你真有办法 老王此刻已经是六神无主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个看起来不是很靠谱的孩童身上 老王你放心便是了 石头说有办法 那就一定有办法的 老王苦笑不已 他实在不明白 白星到底哪里来对白晨如此的信心 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回山上 先和李玉成会合 不知道这五阵不止多久了 白晨有些担心 镇山镇的出现 势必将里外完全隔绝 从而产生混乱 当然了 这些都还是其次 镇山镇真正可怕之处在于 经过短暂的酝酿 五亮山开始出现频繁的地震 这是镇山镇的特点 每一次地震都要比上一次剧烈 天地之气会因为地震而变得更不稳定 从而让五镇本身吸纳更多的天地灵气 下一次将造成更大的破坏 直到最后一次将会以天崩地裂结束 白晨的目光里充满了怒火 自己与嘉兰山没什么恩怨 却要莫名其妙地被他们攻击 而且还布置下了如此歹毒的绝护计 白晨可不是善男信女 白晨一向是牙子必报 更何况这生死大仇 就在这时候 路边突然冲出两个人 众人本还以为是山贼 可是这两人的身上都穿着统一的服饰 挥袍短衫 胸口袖着两个大字 无量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报上名来 老王看了看白晨 这是你无量山的弟子 白晨的嘴角微微抽了抽 应该是吧 白晨站到车前板前 你看我们像是什么人 那两人上下的打量着马车上的众人 白晨 白晨 老王和赶车的罗子 四个人都不像是探子 一时之间 他们也分不出 这四人是什么来头 带我去见李玉成 白晨 道 想见我们副帮主 先报上名来 其中一个弟子警觉地看着白晨等人 瞎了你们的狗眼 白晨指着两个弟子 开口大骂起来 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 我可是花尖小王子的妹妹 她是花尖小王子的儿子 结果 这话一出 两个弟弟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 这些日子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冒充我们大长老的亲戚了 你猜怎么样 我们大长老的那些亲戚 如今可都在宫中做苦力打杂呢 看来你们也想去打杂了 白晨的额头布满黑线 看了眼老王 给我把他们两人绑了 丢车上去 那两个弟子反应极快 立刻就是从怀中掏出一个火冲 闪耀的焰火冲天而起 吼吼 一声怒吼中 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山林间冲杀下来 人造人的巨大身影已经飞扑下来 一边冲下山一边狂吼着 什么人敢伤我们人 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 石头 那是什么怪物 白星已经吓得躲到白晨的身后去了 惊恐地看着人造人 人造人冲到马车前 一看白晨 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疑惑 小子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你的身上有白晨的气味 人造人蹲下身体 即便白晨站在车板上 人造人的个头依然比白晨高大许多 人造人尽可能地放低身体 嗅了嗅白晨的身上 你身上的气味和白晨简直就一模一样 你是白晨的什么人 老大 他说他是我们大长老的儿子 还有那个女的 说是大长老的妹妹 人造人又看向白晨 他的身上也有白晨的气味 不过这小子的身上 气味非常重 他说是大长老的儿子 这家庾有少女的 试着